第四節 大家看到有時候打印這些都很漂亮的 現在這個3D打印技術就打了碗 碗都掉出來 相當之漂亮 為什麼我們做到這些呢? 我不知道 台長你有沒有試過看人玩3D printer 還有這類的東西 現在不是很貴的 譬如有一塊零件 說得比較恐怖 有人用3D打印技術去打了一支槍出來的 不過因為通常那些3D打印材料 都是一些比較聚合物 塑膠材料的 所以很多時候你可能如果真的弄了一支槍打出來 那支槍就沒得翻用了 用一次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一些不好的應用 但是如果有很多時候一些零件 譬如一些是職業治療 或者你需要一些獨特的部份零件 你有一個3D打印技術來其實是很好的 你可以去customize 你想要什麼就印什麼出來 這個技術其實你自己一般人來說 你肯花少錢 一般家庭你肯去買一部3D打印機 你都買到回來的 甚至乎就是 當然這個原材料你都可以扣回來的 但是很多時候現在我們主流看到一些 人家可以很零用的3D打印技術用的 都是一些普通塑膠材料的材料 但是就有人去發一個夢 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3D打印木頭材料出來呢 原來有人做這件事 我自己都沒想過 然後現在的技術是慢慢成熟下來的 即是說以往我們是想著3D打印一件小傢俬小工具 未來你可以想像就是我們會不會有更加實質的材料 幫我們做更加實質的東西 我們講漏了 3D打印的房子也有的 只不過就是用水泥而已 是不是 有人做了 是不是 甚至乎在美國有人拿去賣 和你3D打印加木頭去賣 但是如果在家裡的傢俬 是不是每一種材料都做得到呢 又不是的 木頭原來一直未來好解決 但是現在似乎就是我們慢慢就可以解決了 怎樣3D打印木質的工具出來 這個就是最新的發展了 但是那個原材料都是膠來的嗎? 它不是的 它原材料就真的用到一些木質的材料 在這裡講的 當然就是說 你都知道的 你如果純粹 就算我們現在的材料都是我們有些叫借渣版的東西 或者叫複合版的東西 其實那些都牽涉到就是說要將一些的 一些你可以說是下欄的材料 就將它黏在一起 那中間你都要加一些的物質來去張住它 那些這樣叫複合材料 再以前那些真的叫借渣版的東西 那就是說我們都需要加一些東西來張住它 讓它風乾營結成為我們想要的一些東西 但是你說現在講的那些叫複合木啊 或者借渣版的東西呢 它是弄了一塊板出來 然後你將那塊板去繼續砌成你想要的東西 那這樣不是3D打印技術來的 我們希望那樣東西就是由那個3D打印機 那個噴嘴噴出來之後就已經噴成我想要的形狀 整件這樣去砌出來的東西 那中間你可以想像就是那個這樣的木頭蜜汁 就是我們要3D打印機 我們要有那個原材料 那種聚合物就由那個噴嘴噴 以一種蜜汁的形式噴出來 但是這個蜜汁裡面就是有一些木的成份在這裏 當然也都有一些其他的聚合物成份 來幫我們將那些木去張住它 有一點像是去重複製造一個的那些叫做複合板材料 而那些是會乾了之後就凝固了出來的那件東西 基本上就是主要是由木質結構構成 就是木來的 我們就說它是 就是這件事就是這樣 如果做到以後 什麼人買傢俬呢? 那就這麼說了 這個就是叫做 量身訂造的好工具 任何東西你去到量身訂造層次都總是會貴一些的 但是這裡又值得介紹就是什麼呢? 我們希望是用3D打印技術就是因為我們連想鋸它都難 有時候我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你看些人造船呢? 有其中一個步驟很有趣的 它要將那塊木頭去蒸 蒸很久的 將那塊木蒸淋它之後呢 於是那塊木頭就可以我們隨心所有地去彎它 一塊普通硬的木頭你彎不到它的 但是那些木頭你蒸淋了 你可以彎它 於是它放到它就是一塊彎的木頭 做船那個技術裡面經常用到這種蒸木頭的手段 但是你要蒸塊木頭又要把握時間 把握火露 來去蒸靚它 然後讓它打 其實這些要打 要釘 要屈這些過程 是很浪費心力和能源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將它全部改成3D打印 基本上你所有的弧度 所有的形狀 你都全部是隨心所有地做出來的時候 那我們就喜歡了 覺得這個技術要不起 原來現在我們這套3D打印技術 也都可以有這樣的能力 就是令到那件材料最後出來 是隨著我們希望的方向來彎曲的 現在台長你這裡展示出來的那段短片 就是他那種原材料是怎樣去做出來的 都是一些木的粉 當然也都裡面需要有一些 類似的漿糊那樣的東西去混合漿 混合了一些木漿出來 然後打印出來的時候 最抵死就是這件東西 它隨著它放在那裡風乾去收水 它會自動地彎 彎到好像一塊品客薯片的形狀 也都彎到好像一些柳麻花那樣的形狀 而這件事是我們可以預先控制的 現在那個技術我不是說 它懂得去幫你印一件東西這麼簡單 而它懂得在印的過程當中 去調教印那個東西的厚薄和速度 於是讓它收水的時候 可以有部份收多一點有部份收少一點 令它可以隨著我們遇上去屈去一個 我們想要的形狀那裡 這個就是現在這個3D打印木頭技術 就了不起一個比較 又多了一個進步的地方 吃絕彎 講得厲害一點就是 是啊 但是它們輸入那些 其實是不是一些廢的木 大家不用可以循環再造這樣的概念 具體上那條配方我自己都不清楚 究竟它怎樣去做到這件事情 我想要有一些獨特的要求的 因為你那個木質材料不允許 我隨便拿一塊靚彈木去磨碎 或者隨便拿一塊借渣木再磨碎 它可能收水的程度會不同 我想對於那個原材料的要求 是有一定的品質去控制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有些我們想去 有些我們喜歡深色一點 有些我們想去淺色一點 其實我可以想像 如果那塊我們未必人人可以 買得起一塊靚的彈木 回來自己去雕刻一些東西出來 但是如果我可以 就是把人家那些靚彈木雕刻出來的渣 拿出來去合成 再變成3D打印一塊靚的彈木材料的工藝品出來 那似乎又是值得有市場 可能有人喜歡 但是在這裏你就要遇上 就是我們首先給什麼材料 是不是說隨便一隻都可以給到這種效果 我想這也是 input 決定了output 就是我不會預期找一條菜渣 找一條借渣可以打印到一些 一些靚的木頭的結果出來 那這個賣點就是說呢 它是在那個輸入的期間呢 是可以將這個物體 將它變成是彎曲 是 是 自己那個要求的彎道 是 是 那件產品的 是 就是簡直不是說我打印出來 就是我打完印出來 我懂得它 使它怎麼轉彎又怎麼轉彎 這個就是最有趣的地方 是 好了 這個是造福人群 另外一個就是想問神聖學士 你吃不吃雲呢拿雪糕的? 我就沒有其他東西選的時候 就迫著選雲呢拿 但是大家很不知道 就是雲呢拿口味的甜品是 到處都是的 到處都是的 是嗎 但是沒有什麼人知道雲呢拿原本是什麼 雲呢拿只是一個植物來的 是啊 其實就是香料 由那個香料提煉出來 就是你問我它是一種香料的什麼部分 其實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那個狂還是那個什麼 就是這個狂還是那個狂還是那個狂 我自己看不清楚 但是呢 我唯一有留意到這件事情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不是這方面專監 所以不敢 但是有一件有趣的東西可以跟大家說 就是 我小時候讀化學的時候 就說 哦 原來其中一種呢 能夠帶來雲呢拿香味的香料 是可以用人工合成的方法合出來的 我一直就不以為 哦 那我們能夠人工合成 雲呢拿香料 我們還要種雲呢拿來幹什麼呢 直到呢 近一兩年呢 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留意到新聞 就是說 雲呢拿供應短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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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非洲那裡那些 雲呢拿那裡 它是氣候原因還是什麼原因 總之就是失修的 還是因為那個瘟疫的原因 就令到那個雲呢拿生產呢 就短缺 然後就大家在怕我們沒有雲呢拿成 那麼其實呢 我又聯想到自己以前看過一個電影 我也有差不多一年才看過的 就是《逆書》那個小說拍出來的 《朝花直十》呢 裡面有夏文直和方忠信那部戲 我想這裡沒什麼聽 台長你會聽過的 但是我想很多聽眾未必聽過的 那裡面的故事情節很有趣 就是在未來世界裡面 就是可可短缺的 就會沒有巧克力吃的 那我都想 哇 我們可以 那些雲呢拿可以說 沒有任何 會不會真的真的不夠可可的 那這樣東西又不是亂說的 可能真的會出現的 雲呢拿哥就在馬達加斯加 那個情況呢 就是因為是在這幾年失修 在那邊 馬達加斯加就是非洲東面 東南面的一個尼島 那就是原來那裡就是成產運氣 那原來 就是為什麼要跟我們科學生資有關呢 講了那麼多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 又是這個拜我們的化學家 和這個分子生物人那種 研究和頭腦 他們就現在更加比以前更加精確掌握了 一個真實的雲呢拿香草裡面 那二十種主要的成分 就是雲呢拿不是裡面只有一種東西 那自然界生出來的裡面 當然是很多複合成分在裡面 那究竟是一條什麼的配方 構成到雲呢拿這種香草裡面 給它出來有一種獨特的香味 那它就把裡面那二十種的成分 就包括一些以前沒有發現的成分 就找到出來 那其實就是 現在這裡就在講了 我們就企圖 去瞭解清楚這個雲呢拿的成分 那當然我希望 會不會將來可以更加便宜 就可以吃到雲呢拿 或者就算馬達加斯加特 接下來都是那個雲呢拿失收 我都不影響我吃雲呢拿的供應 那似乎由這個研究 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 大家看到裡面的那張圖片 就是當地的工人 他們是負責做那個雲呢拿的加工的 那你看到就有個南保安 就搜那個女工的生意 那個女工好像都很開心 但是現在已經很貴了 所以怕他們就在那個工作期間 就偷走部分的雲呢拿 那我們想理解那個複合的過程 其實是不是等於我們現在做一些人造的口味 就是我們去騙我們的味蕾 用某一種化學方法呢? 我就不會說是騙 就是說如果你說是糖和代糖呢 它就用第二種分子 來去取代了那個碳水化合物 給你那個味蕾的刺激 它繼續給你甜味的刺激 於是那樣東西明明不是碳水化合物 你都覺得它是甜的 那這樣我就覺得是騙的 就是那種是代糖和糖的分別 但是現在這個雲呢拿的過程 我們不是要騙 我們是真真正正想去找回裡面的成份 我們自己實驗室做回那堆成份出來 就是說出來的那堆東西 那個成份是跟我們自然界找到的 是一模一樣的 是的 不過差在就是我們越想迫近自然界的效果 就是我們要把那個裡面的成份 裡面是不是有二十多種 會不會有三十多種呢? 搞清楚了 哪幾種都是重要的 就搞清楚了出來 而且裡面的那個比例 我們全部都要搞清楚了 那這樣東西就講的原理很容易 但是實際就很難 就是你都可以想像到 你鋁送的芒果 和這個泰國的芒果的味道都不同 是不是? 你吃這個加勒比海香蕉 和這個地滿香蕉 又會有些不同 不同的水土出來的 同一種果實出來的味道會不同 那可能馬達加斯加裏 不同的部分出來的雲尼拉 口味都不同 喝咖啡的人就更加知道了 是不是? 不同的地方出來的咖啡都不同 所以你會預期就是裡面 它的那個成份 按著不同的氣候 不同的地方 它可能的成份又有差異 但是在這麼多種差異裡面 一個平均的結果大約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想找出來 再當然另一步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去 在實驗室裡面複製完這些成份 於是就將這些全部 由這個人工培植 變成實驗室培植 這樣解釋 但是出來的那樣東西 都是雲尼拉來的 我就會說 但是為什麼要想到這件事情呢? 我都覺得是有一點點 可能人自己喜歡吃雲尼拉 喜歡這樣的東西 還有就是說 我們不停是想找一些 便宜的方法來去做這些東西出來的 那麼這條台長 你這張照片 就是顯示到保安 為什麼要搜那個女工生 雲尼拉的金貴在哪裡 為什麼這麼貴呢? 原來它金貴的位置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工序 它原來那個雲尼拉 由你去種了一個植物出來 到成品可以出來的香料的過程 就是整個種植過程 到可以出來的 就等於你好像種米一樣 你都要幾個月才可以做的 原來它整個種植年加工的過程 有些的步驟 是說要成 中間要是九個月 你想壓縮都壓縮不到的 所以呢 就是那個生產的事情這麼長 令到那個雲尼拉的成本高 甚至乎就是說 你投入了這麼多的時間 最後出來的質量不好 那怎麼辦呢? 那批雲尼拉差一點 那怎麼辦呢? 那其實對農民的收入影響都很大 其實現在這個研究 其實有一種叫做美其名 就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了解到這個過程之後 就不要完全取代了農業 但是就是說可能 將來我們種到那批差一點的雲尼拉出來 我們都可以自己再人工 加一些人工的成份 去令它混合變成漂亮的東西 於是就令到大家就是說 在那個未來的產量供應 可以穩定下來之餘 質量甚至乎更加有保證 這個就是這個研究其中的目的 那我都可以想像就是 如果不是因為出現過雲尼拉短缺 就不會有人這麼大的投資 和這麼有心去發展這個人工的雲尼拉研究的 其實跟做藥一樣的 藥很多時候西藥都是來自草藥的 只不過是可以抽取到那些化學元素 是的 便宜的我們就種了 貴的話就可能用實驗室的方法發展出來 是的 好了 我們科學生之四節就做了 但是這個節目一路有一個新的環節 就是這個科學記錄 我們下一節就回來